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民国武林 在很多传武拥护者的眼里 那是一个传武的黄金年代,大师辈出 在那个中国被列强轮番欺负的时代 这些传武大师们一会儿打日本人 一会儿打俄罗斯200多斤的大力士 打出了一个个响亮的名号 比如说民国武圣,孙怒唐 金城杨无敌,杨露禅 长江大侠,吕子健等等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朋友会笑我 杨露禅不是民国还没建立就已经没了 你怎么称他为民国的传武大师呢 那我就解释一下我的逻辑 因为这些传武大师都是在民国出名的 所以我都把他们称作民国的传武大师 比如说号称金城杨无敌的杨露禅 虽然在民国建立40年前就已经没了 但是在整个清朝的正史、野史中 都不见他的世纪的记载 他的所有的记载几乎都来源于他自己徒子徒孙的吹嘘 一个江湖人物不见正史很正常 但是在天子脚下都成了金城杨无敌了 连野史都没有一点记载 这就相当不正常了 陈书于1916年的清拜内操 记录了从顺治到宣统年间的许多野史杂谈 也有记录江湖人物 但是我翻遍这本书也没有发现关于杨露禅的任何记载 那是不是这本书根本就不记载武林人士呢 并不是这本书记录了很多武林高手的事迹 比如这本书里面就记录了一名叫做苏亚佩的点穴高手的故事 某一天这个苏亚佩在街上碰见一个卖马的 他就过去给人家说 你脸色不好 不治的话就会死掉 并且问他 你是不是手疼 是不是一个小时之前有人拍了你的背 这个卖马的就说 确实有之前遇见一个少年 想用一个瘸的马去换自己的好马 他不肯 少年就生气了 这个少年走之前呢 就路拍了一下他的背 然后苏亚佩就告诉这个卖马的 这就是点穴 他点了你的穴 你一周之后就会死掉 然后就拿了药给这个卖马的 说我救你一命吧 随后苏亚佩就跟着这个卖马一直走 结果在路上就碰见了前面的那位点穴少年 然后用自己的点穴弓 与这个少年搏斗 少年瞬间中招 变成一个痴痴呆呆的哑巴 然后苏亚佩再让这个卖马的 把自己的药打给少年吃 少年吃了就好了 听完这个故事 你想到了什么 连这样的江湖卖药把势 清败内操都收录了 反倒是打遍金城无敌手的杨无敌 他没有收录 这证明什么呢 这只能证明杨露禅在清代根本没有任何的名气 而杨露禅成为杨无敌 要感谢民国武圣孙露堂 因为孙露堂在1915年受了一个叫做陈威明的徒弟 这位陈威明是光绪28年的文举人 他先跟随孙露堂学习心意权 后面又拜到杨露禅的孙子杨成普下面学习太极权 武圣的徒弟嘛肯定要出书的 因为武圣也是这么红的 他除了写一些怎么练习太极权的书之外 还写了一篇叫做《太极权名人义士》的长文 在这个长文里面 把杨露禅、杨班侯、杨健侯等等人 反正就是杨氏太极权的一帮人 吹得像神仙一样 杨露禅去陈家沟学武 也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流传的 后面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龚白宇 根据这短短的几个字 就创作了一部偷权的小说 讲述了杨露禅去陈家沟学艺的全过程 不得不佩服这些小说家 根据简短的一些事情 就能开老洞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就像后面的梁雨生看了一场王霸权 就能开启新武侠时代 说远了 咱们再回来看看陈维明是怎么吹杨露禅的吧 陈维明在《太极权名人义士》中写道 一日天雨淋淋载道 施主呼尽 这个施主就是杨露禅 而锁着双旅 坟底尚洁白如心 无点污 此来踏雪无痕之功也 盖太极清灵 能将全身提起 念到极处 时能腾空而行 这哪是杨露禅 这他妈是奥特曼 而当时著名的武学史学者唐豪 就在其著作《太极权与泪家权》里面骂了些 他说 陈维明之妖言祸人者 莫如杨露禅之踏雪无痕 陈维明不光吹杨露禅 也吹他的儿子 比如说杨建侯 他说建侯能听燕子于手掌心 燕子不能飞去 这应该就是最早的雀不飞吧 一百年后 杨世太极的传人雷雷 在中央电视台 再次展示了这项绝技 其实不光雷雷 严芳也能在陈维明的文章中 找到原形 比如练习了太极拳 只要轻轻一推 一个满汉 就可以飞出树杖 这不就是 炎芳吹嘘的所谓凌空镜 或者说浑源镜 炎芳后面被央视主持人白烟松痛批妖魔化太极拳 随后他的师门就宣布开除了他 可是人家炎芳也是正正经经跟着他的师父李金武学的意 而李金武是陈小旺的爷爷 陈发科的清传弟子 刘逼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吹下来的 在以往的视频里面 有定友跟我说 你干嘛老针对太极 不是我针对他 他是在传舞圈里面吹得最响的 但是他们跟官家就没吹那么猛 你看毛主席提的字就是 大家要锻炼身体 爬爬山 跑跑步 打打篮球 打打太极 太极大师们是不是又要说 是因为新中国禁止忌击 所以你们失去了忌击功能 但是你们跟蒋委员长说的也是锻炼身体 你们总不能说蒋委员长跟毛主席合了伙来黑你们太极吧 所以民国时代的传统武林 跟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主要以吹为主 当然了 现在的科技比较发达 摄像技术已经普及了 大师们被揭穿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所以传舞的练习者们纷纷走上了两条路 一部分传舞练习者 愿意接受现代搏击 采用科学的训练方法 也希望上那台 找到自己的不足 以求在实战中改进自己 这一类人很少 不过我看球保龙老师好像就这样的人 更多的人还是遵循传舞大师们的主训 找托尔演戏 吹刘逼 给自己戴上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帽子 这类人以太极之王王湛海为代表 他们这种人堪称中国传统糟粕的活化石 毕竟一百多年前的青年们就在呼唤着德先生跟赛先生 现在德先生成了敏感词 而赛先生也快被糟粕们赶出了国门 比如接下来这一位 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的疫苗都是长温下运输 这是可以用的 中国疫苗现在打了几十万剂了 一粒严重的负重量都没有 虽然中国人这个情况实际上是百分之百有效 他百分之九十他吹上了天 所以要说吹牛赶不上美国人 这个美国最近 你就看这几个月 就是主要是靠嘴炮来跟中国打 有点基本科学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 中国的灭活疫苗是不能在常温下运输的 这就是我讨厌金灿荣的原因 他在他自己的本专业国际关系上确实算顶尖学者 但是他对自己专业以外的科学技术 几乎是一无所知 却经常用错误的逻辑来引导大家给大家打鸡血 培养一批战狗 什么是正确的逻辑呢 比方说金灿荣分析中美中会有一战 那么他就应该去分析中美各个行业的实力对比 然后告诉大家中美会有一战 我们现在比美国差在哪些地方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些短板弥补上迎接这一战 而他并不是这样做的 他分析出中美有一战之后 却给大家说我们现在很强 蹲着都掏不住了 那大家想着我们都这么强 那就上去干啊 谁说不干他就是恨国党 就像这位有认证的医学方面的从业人士 在他的视频下留言说 你这样讲是不科学的 影响不太好 毫无疑问肯定会被喷吗 最搞笑的还是问这位医学从业者 美国在恶意中伤中国的时候 你又做了什么 他能做什么 你叫他拿着手术刀去跟美国对砍吗 这就让我想起了厉害的我的国上映的那一年 因为有涉及到我们的专业 所以我们就组织在会议室一起看 看完之后 领导问 大家看了什么感想 我师父就说 马克逼 牛逼吹这么大 我们做不到怎么办 真正的爱国者 在埋头苦干 祸国者却在前台 侃侃而谈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